民眾黨裡面有一些亂七八糟的人 為了要佈局地方選舉 都要那種你能自己被糧草的人 來的是什麼 就是那種所謂地方無黨籍的地方派系 他想要趁一個柯文哲光環 你們引狼入室了 因為要努安組織站 你收了連藍綠都不要的人 那你會連你的原本的人設都壞掉 去年我就寫過 民眾黨裡面有一些亂七八糟的人 這個案子的關鍵在於說 他如果是現在進行事 就是說你現在的民眾黨的雲林縣黨部 還有非法的事件發生 而且警方或司法機關正在偵辦的話 你民眾黨不處理 對民眾黨很傷 暴力討債 而且還用相關的這種處所 當作據點 可是我覺得有一個很關鍵的是 為什麼柯文哲會 就是說民眾黨為什麼他的地方黨部 會有這些說實在 這個叫做資源回收啦 就這些人 你知道像嘉義也有一個有閒科的 雲林也有 就是很多地方為什麼 因為他們在經營地方的時候 在去年為了要佈局地方選舉 都要那種你能自己備糧草的人 就是你想選舉我跟你合作 那最後來的是什麼 就是那種所謂地方無黨籍的地方派系嘛 他想要趁一個柯文哲光環 我就選上去的那種 我覺得最荒謬就是民眾黨 他要選一個幹部 比如說昨天來上節目那個叫李 李鼎麗 李鼎麗 要排選 結果你地方黨部的這些幹部 海放 對 你就他們想成立就給他們成立 你不覺得很荒謬嗎 因為我們說不能撿到籃子的都是菜 去年以前柯文哲根本不管民眾黨 他根本黨務完全不碰 那個時候是誰是秘書長 誰是什麼組織 誰在搞組織的 那些人真的要幫民眾黨出來跪啦 就是如果今天要洗門風是這幾個 去年在地方搞組織的那幾個頭人 要出來跪啦 你們引狼入市了啦 經濟鬼說 他說這些人沒好處就跑了 但是我跟你講 因為總統還沒選完 現在我還可以打著柯文哲名號去募款 去找人找錢找企業 有一個叫張信松 你應該有聽過吧 他是本來選台北的立委大安區 後來文山區 後來去年又選議員沒選上 他現在跑去舒患是政黨啦 你民眾黨裡面就會出現這種狀況 就是你這些人他也是從民進黨 他本來是民進黨的文山區的主任喔 然後他投靠到民眾黨 結果沒選上選議員選不上 又跑去別的 這種老實說對民眾黨沒有幫助啊 他們都會講的一副 我告訴你我地方有多少個黨員 我可以幫你招多少我幫你搞 可是柯文哲的支持者不吃這一套 有時候你民眾黨 你今天要玩組織戰 你打不過藍綠 可是如果你今天 因為要玩組織戰 你收了藍綠 連藍綠都不要的人 那你會連你的原本的人設都壞掉